從你下令要警方用違反極憂法、違反社違法來抓這個三人以上上街來罷免宣傳罷免 從你下令說用蓋牌叫大家不要出來投 現在韓粉在動員你知道嗎 韓粉的動員說大家到投開票所去監票 誰出來投誰就是綠區要來製造五行的壓力 什麼時候高雄必做是一個蓋牌的蝦漆 是一個蓋絲帶太保監控的城市嗎 是韓式茶水錶是一種韓式恐怖的城市嗎 因為我個人很擔心外縣市來高雄是支持我的 他的情緒會捲進來造成對立與衝突 我們高雄不要對立不要衝突 我們高雄這個城市希望充滿了愛與關懷與包容 如果一來造成衝突之後 這個對高雄市來講絕對是一個重大的傷害 所以有人認為我是在恐嚇 我再說一遍大錯吞錯 我們希望外縣市的6月6號這一天在投票時間不要來 平常歡迎多來高雄光光旅遊 消費採購 我們非常懷疑 而且過去一年半 我已經很多次呼籲海內外的好朋友 拜託來高雄光光旅遊 所以這是不衝突的 我還是一本初衷 我認為高雄市的發展 一定要多經濟 多民生 多防疫 多建設等等 政治性降低 所以說支持我的好朋友 謝謝你們的關心 你們就 我很清楚的已經表達過 我說我第一次講 可能也是最後一次講 代表我不願意講太多次 謝謝我的好朋友 希望你們能夠尊重我的決定 我們希望整個和諧的高雄 能夠依序的展開 所以大環境 中環境 跟小環境來看 2020年不是一個平安的一年 第二現在國內政治情勢 最讓人擔心的 最讓人擔心的 就是民主政治是執政黨跟反對黨 各位是執政黨的一員 我們是執政團隊 民進黨是反對 但是因為國內政治被扭曲了 現在執政黨反對黨 變成上帝跟魔鬼 什麼叫上帝跟魔鬼 就執政黨掌握了媒體跟網路 他就成上帝 我們反對黨呢 沒有媒體跟網路就變成魔鬼 網路要怎麼黑就怎麼黑 媒體要怎麼罵就怎麼罵 事實上90%以上的媒體 都向執政黨民進黨靠攏 甚至輸成 所以使得反對黨在媒體上跟網路上 吃盡了苦頭 誰有媒體誰是上帝 誰有網路誰就扮演上帝 這個是對台灣民主政治 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鄭總召問我這個話 我要把我虛擬話講出來 我們希望媒體如果能夠公平報導 網路能夠公平報導 可以鞭策執政黨 好好施政 也可以鞭策反對黨 好好監督 台灣的民主政治 一定會有不一樣的風貌 謝謝